好,這是我的成本 這是我的今天,先這樣子 好,這是2012年的12月31號成本是5萬 今天先這樣子寫7千 2013年12月31號 我的存貨是5萬成本 然後我的今天先這樣子是5個 4萬8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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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如果用背禮法 借1千5百 好,特務 背禮中後用再出手 好,借背禮 1千5百 奈 衝過 我們來看一下 我用貼字上來顯示 好 這是我的存貨 好 存貨呢 我到年底的時候 好 我們看一下貝底 上個年度承認的是三千 好 現在這裡帶一千五 所以期末的金額是一千五 再帶一包 那我的存貨呢 不管 但我最後的成本就是五萬塊 好 那如果我帶存貨 我帶存貨 我存貨減少一千 所以我變成四萬八千五百 好 這邊是四萬八千五百 編表 資產負債表 存貨 存貨 存貨48,500 再被迫 存貨疊價 Francisco 所以我的存貨的靜電線降成 變成四萬星 是這樣嗎? 不對 因為我這裡已經告訴你 存貨的靜電線降成四萬八星沒辦法 好 所以 這個分類有問題嗎? 認為呢? 蛤? 有問題 要怎麼蓋 要怎麼蓋它 原配成 下 原配錯嗎? 有問題 謝謝 沒有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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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對啊 我剛剛就講了嘛 所以剛剛其實就已經講了 如果重貨疊價損失 我也可以承認它的價值回升啊 我這邊承認損失有3000 可是我這邊到這裡就有損失1500而已 所以你的事業背底 重貨疊價損失減少1500是對的 但是你的代方就要承認的是 存貨價值回升 這個科目1500 好 用符你認為它應該放在哪裡? 聲音表 聲音表 什麼位置? 什麼位置? 蛤? 不知道嗎? 不知道 好 現在你把它完整的說法 完整的用完 你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科目是要放在 損益表的消貨成本裡面 這個當然也是啊 然後這個當然也是什麼 隨意表裡面的消貨成本 只是它是成本的減項 好 這是公平的嘛 你怎麼可以承認損失? 人家有好處你都不承認 人家有這個好處回來 所以這是一定是相對一定公平的 他們朋友說 既然除非你的規定是 我有利益 未實現不能承認 當然就沒話講 既然我的帳上都可以承認了 我的損失可以承認 我的 像這個情況下 我的回升利益可以承認 那損失是調整消貨成本 調整消貨成本 那我回升的時候 也是調整消貨成本啊 其實我回升的時候成本會減少而已 好 所以這個其實是 你可以去理解的 好 你可以去理解的 好 不要你去強記它 因為很多東西呢 一定是什麼 一定會有些對應過來 不是每個東西你拿去記它 只要這個邏輯 邏輯你把它想通了 很多的交易發生 你就知道怎麼去歸位它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 需要讓大家有清楚的概念的 因為不可能是什麼東西 我們都在課堂上講的一清二楚 就是說所有的交易 我們都在可能或課堂上 都會帶進來 就算我帶得進來 你也吃不下去 因為你考慮你 是教育怎麼發生的 但是這個邏輯你只要通了 就可以理解它是怎麼做的 那你以後碰到了你自己的 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判斷得出來 你該怎麼去承認它 好 這是勢力三 應該是勢力三是什麼 它的那個成本 總額法 進額法 是應收帳戶的部分 然後呢 那個進獲成本的分攤 或共同性能 可以說有費用 那你只要是共同性能 就是這樣子 好 這是第六章 所以我們第六章這裡講完 好 這是第六章裡面 好 這是第六 實力六啦 存貨的後續 實力六 就是我的成本 跟經濟利價值 當然我的分 這個比較方法 好 我成本 與經濟利價值熟利 但是呢 我的成本 跟我的經濟利價值 因為我做了一個公司呢 我只賣這種東西啊 比如說好了 它就是賣 假設好了 你看那個全國電子 全國電子它賣的是什麼 電視產品啊 你覺得它裡面是什麼 有電視機 有電冰箱 有冷氣機 有什麼小家電 好 電商那種 聚 它一定是有很多商品 所以當我們在比較的時候 有竹相 分類跟種 好 那這種比較出來呢 哪一種方法比較出來 所承認的 如果有發生疊價 疊價的成本會最大 就是竹相 什麼會最小 什麼會最小 總的 那是什麼 可以節償補短 所以總而比較 把職相所承認的 疊價損失會最小 所以是 也帶給大家講一下 好 讓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像課本順利利用呢 它就是 假設竹相 A B C D E 它共有五種商品 那分類的話呢 可以分A B D 類跟第二類 所以呢 在我們的兩百次試驗呢 就有個別比較跟分類比較 那存貨呢 我們比較不贊成 比較傾向於是 要嘛就是個別 要嘛就是主相 要嘛就是個別 要嘛就是分類 個別其實就是主相的意思 item by item 那另外一種就是分類 那我剛剛講說 你成全如果有疊價損失的話 成全疊價損失最少的 就是總和比較吧 那比存貨的比較裡面 我們比較少用總和比較好 因為存貨對一個公司的講師 很尊重的客戶 所以他會用比較 審慎的態度去做評價 因此在評價裡面 存貨的評價是個別或者是分類比較多 好 存貨比較好比較小 比較少 好 這是第六章裡面的那個是利六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 這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步錄好 步錄的部分呢 要講一下 為什麼要講一下 下來呢 我這個部分 我大概都不會 都想說同學看一下就知道了 想必當然就會知道怎麼做 那後來呢 因為有一次就是 大概三年前 有工具要準備播 好 然後每個禮拜來問某問題 每個禮拜五 每早上都來問某問題 快速整體 大家會很高興 然後問了幾個月 大概是六個月才 六個月吧 太實際了 每個禮拜都要問 除了放假之外 他當年畢業的那一年十二月 十二月份他就考上這個地方了 所以當學後他就問我說 這個交易發生怎麼做 他怎麼都不會好像看不懂 就是說他 同學班就是有這個例子 然後直接老師 可能直接跟他講答案怎麼做 但是他不懂為什麼 是這樣 所以來問我 那我看了一看 我覺得說他這個 我就覺得這個 我要檢討 因為我覺得當中 我這個地方是跳過去 為什麼跳過去 我覺得 朋友仔細看 看得懂 但是有一種情形就是 老師沒講 我沒有看 所以一定是沒有看 沒有看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好 所以呢 這也很簡單 但是我想我還是跟大家交代一下 那虧損性的合約的處理 也就是說 當我們賣方跟買方 有產生一個什麼 簽定一個合約 買賣合約 那這個買賣合約 在還沒有實際上交貨進貨之前 這個合約如果隨時可以修改 可以喊他 那這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就跟我們現在談的這些交易方式 就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談的是 你簽定一個這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 都是你不可撤銷 不可以變更 你跟我講說呢 好 我呢 要買你年花 我呢 要買你這個 一百這個十公噸 十公噸 那每一公噸呢 我用這個五十萬跟你買 那期限是多長呢 假設是三個月 好 從現在到明年的二月一號 好 現在已經十一月底了 好 十二月一月二號 三月一號好了 好就是二月底 好 這段時間我只要跟你進貨 你都是什麼 有一公噸五十萬來賣給我 好就是 但我們講好的是不可撤銷 不可撤銷 大概有兩個 對賣方跟買方都有什麼 都有權利義務 都已經什麼都發生了 也就是說 因為是不可撤銷 買方有義務要買 賣方有義務要賣 而且用這個價格的那個金額去成交 好 那對於買賣方來講 萬一賣方 萬一價格跌了 賣方就賺到了 一公噸如果剩下四十萬 我給你千年好了 是一公就五十萬 賣方就是 我還是用五十萬賣給你啊 所以我還是可以收到五百萬了 就是公噸 好 那賣方還要付我 買方 買方還要付賣方五百萬 好 這是不可撤銷 不能說價格跌了 那我不要跟你買了 我用現實價去買 我可以買到比較便宜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不可撤銷 因為就違約啊 因為我們簽訂是不可撤銷 不可變更的買賣合約 所以呢 當我這個合約簽訂了之後 當然呢 我們說雖然我簽訂是不可撤銷的合約 但是你先不用記錄啊 因為事實上你還沒有進貨 也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出貨 賣方還沒有出貨 賣方還沒有出貨 買方還沒有進貨 所以他都不需要去做正式的賬物處理 好 但是呢如果到了金牛星 今天十一月底的時候 跟賣方簽了這個合約 那到了十二月底的時候 他還沒有通貨 他還沒有叫我通貨 那賣方這個合約呢 我去評估 現在的市價呢 假設十二月間新號 一公頓呢是五十五萬 不是五十萬 所以我簽訂這個合約 賣方來講是不是虧了五萬 因為我少收到五萬嘛 所以他就產生了虧損 好 那產生虧損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承認什麼 我們就要去承認了 所以只要是有虧損 我們根據我們的會計員 整勝器 你有虧損 就要承認損失 那這邊舉的是一個進貨的 尤其是賣方的 好 假設呢 現在假設我的電腦過來好了 我剛是站在賣方 我現在站在買方 因為現在在講存貨 所以如果呢 我是買方 我簽訂這個合約 好 剛剛講的一公頓的棉花 就是棉花 棉花五十萬 那我現在呢 市價是四十五萬 所以我這個每一頓都多滿了 滿費了五萬 好 我就要承認 所以我還沒有真正進貨 但是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我用這個時候的市價 跟我簽訂合約的那個交易價格來比較 我產生了一頓五萬塊的損失 所以我這個時候就要承認我的進貨合約損失 那代方呢 這個損失 我有沒有大碼 這個損失是我還沒有付錢出去 也沒有產生什麼障礙啊 所以我的代方呢 就是什麼 去想想看 基層上交易發生 我說你要產生損失 好 但是你產生損失 代方科目會是什麼 會是比較合適的 存在損失 然後代方什麼 進貨我們產生的是應付帳款 但你還沒付錢嗎 還沒有付錢 意思是什麼 我們先承認了應付帳款 到時候我付款的時候呢 我借進貨我就用市價 然後帶應付帳款 我就用市價來產生應付帳款 也就是說剛剛講好了 我們拿去用書寫出來好了 要不然同理聽聽聽就 不知道我的假設 好 我們先假設 好 我們今天11月30號 簽訂了10公噸的棉花 每一頓呢我剛剛講是50萬 期間是至明年的2月底 3個月底嘛 3個月有效 好 那我現在呢 這麼只要有簽訂合約的時候 我不用做任何的分路 因為我也沒真正產生權利去任務 好 那是12月30號的時候 每一頓 每一頓 一頓的棉花 它的這個時候的市價是45萬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 假設45萬 好 到 假設我在2月1號買計10公噸 40公噸進來 好 那市價呢 這時候的市價也是45萬 好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交易內容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分路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剛剛講11月30號簽訂這個合約 你們用做什麼? 因為旁邊才真的是決定業務 好 這是一個不可撤銷 我現在要強調我們現在講的是 不可撤銷 不可辯證的買賣合約 好 今天我們不用做分路 今天在這個12月31號的時候呢 因為我每一頓買貴了 因為當時我的市價只要什麼? 只要45萬而已啊 我現在是跟他簽訂的是50萬 所以我每一頓多了5萬塊 所以我是寫什麼? 進貨合約損失50萬 一頓多5萬 我現在是10頓所以多了50萬 好 再應付上款 好 那等到呢 2月1號我買進來的時候 我借進貨或存貨 永續盤存置我就是借存貨 因為當時的市價也是什麼? 45萬啊 所以我只承認450萬的存貨 但是呢 我要付給對方的現金是500萬 所以剩下來就是我的應付帳號 50萬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科目就是一個什麼? 你的一個負債科目 你產生損失的時候 你會介放會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這邊寫 印記進貨合約負債 好 也可以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寫應付帳款 也可以 因為基本上它都是算什麼? 流動負債 然後再來它跟進貨都有關係 好 跟你的這個正常一點行為都有關係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真的要寫 像我這邊直接寫應付帳款 你看 或者是寫應付禁貨合約損失 應付禁貨合約損失負債 也可以啦 所以它的科目上系也可以 或者是我直接寫應付帳號也可以 好 這兩個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就是屬於什麼? 流動負債 然後它也都跟你的什麼? 進貨是有關係的 好 這是有關於這個勢力12 那當然如果說到時候進貨的金額沒那麼高 好 對不起啊 如果假設我現在是這種情形 那如果說未來呢 我12月1號買進來的時候的 市價是48萬 那我進貨的時候用這個市價去進貨啊 好 所以這邊我的進貨是480萬 好 那我前面的成年來的應付帳款是50萬啊 所以我這邊什麼? 我的進貨 價值是多少? 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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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萬 好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說 這個進貨合約損失 進貨合約損失 還要放在 那損失嘛 一定是什麼? 水印表嘛 好 那水印表會放在水印表在哪裡? 好 我認為只要跟存貨是有關係的 跟進貨有關係 我也認為是直接去調查消貨成本 就放在消貨成本裡面 好 好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好 在我們的256月進貨合約負債 印記進貨合約負債是略為流動負債 好 那損失呢? 好 當然是相減 充減它的負債 如果我還沒有滿進來之前 勢力12可能它會比較多的分路進來 但是我只是直接先這樣仔細而已 好 好 好 那回升利益當然也是列什麼? 好 它是反… 它只是講說反應在水印表 但是反應在水印表的哪裡? 如果你的進貨合約損失是放在調整消貨成本裡面 那回升利益也是放在調整消貨成本裡面 好 這是勢力12 勢力12講的例子會更完整 因為它分的時間比較多 好 那我只是 它這邊有12月31號 然後2月10號 它也做了幾個假設 好 這是第6章 好 你們有什麼問題? 第6章 你們看懂嗎? 如果我買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四百五 每一頓是四十八萬的話 我這邊進貨就成為四百八十萬 那我前面有的應付賬款是五十萬 所以我就一定要 因為已經完全進貨完了 所以應付賬款要充掉 這應付賬款相關的應付賬款要充掉 也許我付沒有付到那麼多 就是我的財放只有五百萬 也許我提升進貨價值回升利益 就是課本上面的兩百五十九頁 也有寫到進貨和約價值回升利益 就是在這邊這個例子我寫到了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講第七項 好 好的